因为第二波疫情爆发 而陷入苦战的印度 近日再遭热带气旋风暴亚斯摧残 东部地区迎来强风和强降雨 而这已经是近期登陆印度的第二热带气旋 5月15号印度西海岸就遭遇有史以来 最强热带气旋陶特袭击 导致至少155人丧命 元气还没有恢复 新的热带气旋又再来袭 亚斯26号登陆印度东海岸之后 造成奥迪沙邦和新孟加拉邦5个人丧生 超过150万民众被疏散 强风暴雨袭击两帮沿海多个城镇和村庄 迪沙地带洪水泛滥 大树被连根拔起 在印度疫情令人堪忧之际 气旋侵袭导致多个邦承受抗疫和抗灾 双重压力 奥迪沙邦官员表示 亚斯行径路线上的三个地区 已经暂停冠病检测和疫苗接种 另一方面 面对病毒和自然灾害加急的印度 在过去24小时 一共新增加21万1298宗冠病病例 新增死亡病例则有3847宗 累计确诊超过了2700万 超过31万人身亡 而千万是最好